一輛客貨車在深水埗行駛途中起火 男司機燒傷 客貨車車身嚴重焚毀 由拖車拖走檢驗 凌晨12時多 一輛客貨車原大報道 向沙田方向行駛 駛至到嘉頓山對開的時候 懷疑車內一部電動滑板車突然起火 車上一男一女立即逃離車廂 24歲男司機燒傷頭部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送院的時候清醒 消防接報道場將火救息 正在調查起火原因